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介绍弹簧的变形和刚度 这个公式我们就是在我们这本课没做它的推讨 只直接给的是什么呢 由材料力学给的直接就给出这个 我们直接应用 指纵应用 我们看看这个公式中这些参数的意义 8倍FD立方乘以N除以GD的四次方 F是工作载荷 D是弹簧的中径 弹簧中径 A是弹簧的工作圈数 这个我们讲过多少遍 G是弹簧的切变模量 我们查表13.2 给定弹簧的材料呢 就能够得到弹簧的切变模量 然后D是黄丝止径 从它到它变动了谁呢 就引入了一个C等于大D比上小D 从它到它做的变形就是这么个变形 那你看我如果给定弹簧的变形量之后 由这个公式我是不是就能够算出弹簧的工作圈数 我们从弹簧设计上大家知道 从应力上应力这个强度条件上 我们定的是弹簧丝的直径D 从这个变形这方面 我们定的弹簧的工作圈数N 定的弹簧的工作圈数N 那对于压缩弹簧 或者没有出盈力这种拉伸弹簧 我们这些用变形用的是 最大工作载荷对应的变形λ2 这个F呢也是对应的是最大工作载荷 对于有出盈力的拉伸弹簧 你看这个 我要有变形 要是什么情况呢 要这个最大工作载荷减去一个出 出盈力对应的那种载荷 对于出盈力那个载荷 这个时候它才可能有变形 那这种是什么 对于有出盈力的情况 出盈力的情况 那个这个出拉力F0啊 它的公式等于谁呢 πD的立方 套零铁 8出以8倍的KD 这个套零铁怎么查呢 我们可以查图13.7 图13.7 你看这个图的横坐标是C 悬绕比 重坐标就是这个套零铁 就是预影力 我查它的时候 那么这两个阴影 这两条线之间对应着阴影 任意一点都可以 比如说 悬绕比等于C C等于7 那你往上对应着哪个都行 哪个点都行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预影力 那么定刚度的压缩和拉伸弹簧的刚度 为什么呢 刚度等于什么 载荷的变量出以变形的变量 那如果说是定刚度的时候 它是一条直线 所以这对定刚度的情况下 它使号KF 弹簧的刚度就等于载荷处以变形 载荷处以变形 我把上一页 上一页的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 我把这个载荷和变形 给它一除 是不是就能够得到这个 得到这个公式 这个就等于基地处以8倍的C的立方N 8倍的C的立方N 那我把这个C 再给它变成大D除以小D 就等后面的变形 那你看 影响弹簧刚度的因素呢 很多 C的影响很大 你看C 就怎么影响弹簧的刚度 C如果大 弹簧刚度怎么的 这个是不是就能够证明 我们刚开始说的这两个弹簧 谁的刚度大 谁的刚度小啊 这个就是大家说C 显然它的C大 它的C小 如果同样的黄丝直径啊 条件是 它的C大 它的C小 那C大的时候 那C大的时候 显然它的刚度是小的 这个就是理论上 我们就证明了 大家刚才那个直观的感觉 直观感觉 除了C的影响以外 G D N 对这个弹簧的刚度 也都有影响 也都有影响 那么 弹簧的工作圈数 N的大小 它怎么定 它取决于什么呢 它取决于弹簧的变形 还取决于弹簧的刚度 所以这个N呢 我们经常是用这个变形 或者是刚度 这两个公式来定这个N 那么一般来说 弹簧的工作圈数 必须要大于等于两圈 你不能说 你的工作圈数 你不能说 你总的圈数 比如说是四圈 两边支撑圈 各一点五圈 四圈占了三圈 然后中间工作圈数一圈 没有这样事了 就最少最少 你的工作圈数 也等于是大于等于二 大于等于二 那么下面一集 我们介绍一下弹簧的稳 定性 弹簧的稳定性 这个弹簧的稳定性 我们弹簧有一个失稳的问题 这个在轴上 讲轴的时候讲过这个事 如果弹簧啊 很细很长 跟轴一样 我上面给它 作用这么个力气 弹簧就会出现这种状态 就跟轴一样 是不是要侧弯了 就这种侧弯 这种现象就叫弹簧的失稳 弹簧的失稳 那我要计算到失稳 首先我们要引入一个概念 叫做高净比 高净比 那这个高净比是谁呢 高净比 比等于H0比上大地 H0是什么 弹簧的自由高度 弹簧的自由高度 大地是谁呀 弹簧的什么劲 弹簧的中劲 弹簧的自由高度 比上弹簧的中劲 叫做弹簧的高净比 叫弹簧的高净比 为了保证压缩弹簧的稳定性啊 它的高净比应该满足下面这个要求 如果这台簧是两端固定的 两端都是固定的 那这种情况呢 B小于5.3 那这种你就不用进行稳定性交合了 它自然就稳定了 一端固定 另一端自由转动这时候 一端固定 比如这端固定在墙上 这端呢 没有什么固定的 这个时候呢 B要小于3.7 两端都自由转动的时候 两端都不固定 自由转动的时候 B要小于2.6 如果是在这三种固定方式的情况下 B在这个范围以下 在这个值以下 那这种情况 这个弹簧呢 就是稳定的 不用再对它进行稳定性交合 当呢 不满足这种情况的时候 怎么办 如果 当呢不满足这个要求的时候 我们就要进行稳定性交合 那稳定性交合怎么做呢 我们看啊 首先呢 我们要保持稳定的时候 有一个临界载合 临界载合 这临界载合 FC等于CB 乘以KF 乘以H0 CB呢 是一个不稳定系数 不稳定系数 这个不稳定系数 CB呢 由这个图来查 这个图来查 那你看 它的横坐标是B 横坐标是B 高净比嘛 正坐标就是CB 对吧 然后这有三条线 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固定方式 一是两端固定这种形式 二是一端固定 一端自由这种形式 七是两端自由这种固定形式 这是不稳定系数 CB的查法 然后呢 我们为了保证弹簧式的稳定性 那最大的工作载合 F2 与临界载合 FC之间 应该满足这个关系式 就是你最大的工作载合 要小于等于临界载合 FC除以2到2.5 除以2到2.5 那就说你比如 比如FC等100 那你除以2 除以2 那这个巨大工作载合呢 就是要小于等于50 就这意思 小于等于50 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 那这个你就不稳定 不稳定 那不稳定的时候 怎么办呢 如果不满足要求啊 我可以改变B 改变B 改变高精比嘛 其实这个是最直观的 改变高精比 然后呢 还可以什么 提高FC FC 你FC要是大了 它是不是值也就相应该就大了 也能够满足 所以不满足这个时候呢 首先改变B 或者是提高FC 如果说是 改变B没有条件 提高FC呢 也不好做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呀 受条件限制 不能改变这个参数 不能改变B和FC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可以给它加导杆 或者是导套 这种叫导杆 这外面这种叫导套 给它加导杆和导套 以防止它发生侧弯 侧弯 那种室外 或者是可以采用 组合弹簧 这种呢叫组合弹簧 这种组合弹簧呢 有各种组合方式 像这种是多个弹簧啊 就这么排在一起的 还有后面我会介绍到 它什么样弹簧呢 它是这个不同直径的弹簧 不同直径的弹簧 这么放在一起的 给它套上的 这种也叫组合弹簧 就是说它钢度不够的话 你可以采用这么几种方法呀 导杆 导套 组合弹簧 组合弹簧本身的结构 那么选杆之前呢 我们要首先要初选一下弹簧的弦肉笔 弹簧指数C 也就是弦肉笔 C等于大地比上小地 弹簧中径比上弹簧丝直径 根据初选的C 即安装空间 估算中径地 根据初选的那个C 和你安装的空间 那你说我选这个C之后 我就一定是这么大地 还是一定是这么大地 这个不一定 跟你安装的具体位置 空间还有关系 那定了C之后 你定估算一个D 如果说是C值 D值都定了 那等于D 你已经估去了 对不对 估去了D 那我选定材料 就可以确定它的 使用应力 因为使用应力是和它D相关的 给了使用应力D之后 我就可以根据强度条件 试算弹簧丝直径地撇 这是强度条件 试算弹簧丝直径地撇 然后根据变形条件 计划 这个是变形条件 应该把N导出来 N等于多少 那计算出弹簧的工作圈数 这弹簧工作圈数知道了 然后呢 弹簧丝的直径知道了 我们呢 还要计算弹簧的主要尺寸 表13.6 那么多的尺寸 我跟大家说过 那些尺寸呢 都很重要 但是呢 不需要都讲 我给大家直接介绍了 什么鱼系和间隙 因为那俩需要解释的 我跟大家说了一下 按照那个弹簧的主要尺寸呢 把其余的尺寸算出来 算出来 第五 是 验算稳定性 验算稳定性 那这个我们刚刚讲过 对于两段固定的 一段固定另一段自由转动的 和两段自由转动的 这几种不同形式 币值是不相等的 币值是不相等的 那币对于两段固定 币要小于5.3 那就稳定 对于一段固定 另一段自由转动时 币小于3.7 是稳定的 两段均自由转动的时候 币小于2.6 就是稳定的 如果这几种达不到这个 币呢 不在这个参数范围内 那怎么办呢 我们再算 具体要进行教头计算 那就要你的巨大工作载核 小于等于 临界的工作载核 除以2到2.5倍 如果满足这个 也OK 如果再不满足 我们怎么办呢 就得调币 高精笔 调币 或者是增大这个FC 都行 如果币和FC都没法调了 就参数受调定的限制 都没法调了 你就得怎么办 采用那种导杆 导套 或者是组合弹簧 这种办法 这种办法 第六 设计是第六 绘制弹簧的工作图 大家记得 这个弹簧的工作图 一定要包括特性线 弹簧的工作图 一定要包括特性线 这个呢 302页 这个例13.1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台皇是怎么设计的 台皇是怎么设计的 302页 大家翻一下书 我们把这个大概的过程呢 领着大家呢 就是讲一遍啊 一个安全阀门用的 圆柱形压缩弹簧 一段固定 另一段自由转动 已知呢 预调压力 F1等于400纽顿 压缩量 Labda1等于14毫米 滑法巨大开放量 即工作形成 H等于1.9毫米 弹簧中镜D等于20毫米 是设计此弹簧 那大家从这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给了一个工作形成 H 工作形成H等于 Labda2-Labda1 等于Labda2-Labda1 那等于这道题 给了Labda1 给了Labda2 对不对 给了什么F1 给了弹簧的中镜D 让你设计这个弹簧 你看它下面解的时候 第一步 选择材料 并确定许用英力 选择材料 并确定许用英力 我们看它是怎么选的 那么安全法用的弹簧呢 虽然载荷作用次数不多 但要求工作可靠 动作灵活 故可以按照二类弹簧设计 二类弹簧 大家记得吗 二类弹簧是那种 比较重要的那种弹簧 二类弹簧 选用呢 就是对于静载和 受静载比较重要的这种弹簧 选用C级中应力 碳数弹簧钢丝 这个C级中应力 哪用到 大家记得吗 对 X表13.3的时候 X表13.3的时候 就用到了这个C级中应力 用Y1型结构 Y1型结构哪用到 Y1型结构什么地方用到 是它什么 端面是磨平啊 还是不磨平啊 还是不并紧啊 端部结构 这个Y1定的就是端部结构 然后下边你看啊 它初选呢 C等于5到8 D呢 它估算是在4到2.5 然后它估取了一个范围 估取的D等于4 D等于4 那由13.3 它查到了Sgb 然后根据13.2呢 查到了取用英力 所以第二步 根据强度条件 确定钢丝的直径 确定弹簧钢丝的直径 那确定这个弹簧丝的 钢丝的直径的时候 C等于20除以 什么4等于5 等于5 那这个时候 它在取度系数K 是和C有关的一个公式 记得吗 能算出了C 能算出C之后 带到这里得到了K K也知道了 你看下边 F2等于λ2 比如λ1 乘以F1 这个对这个定钢度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呀 定钢度的时候 它把它带里之后 求得了F2 求得F2之后 带入下边这个式子 D撇 这个就预算弹簧丝直径 这个预算的结果等于3.88 但这个3.88 大家注意 这个弹簧丝直径 跟我们前面讲的 罗文什么直径一样 它弹簧丝直径是有标准系列的 大家查那两表的时候 查那个表13.3的时候 会看到那个弹簧丝直径是有一个标准系列的 标准系列中没有3.88的 但是这个D呢 是考虑的一个强度的 强度的因素 所以选那个D值的时候 一定要往上选 往上选 所以D选的是4 D选的是4 D选4之后呢 然后接着往下看 这个选到D选到4之后呢 我们初步估计的D呢 也是4 所以原估计值呢 相同 我们不用再进行接着计算了 第三项 根据变形条件 确定弹簧的工作圈数 这个下面这个公式呢 就是我们根据那个变形条件 导过来的 N等于GD除以8倍的F2 C的立方乘以λ2 我们把它带里去之后 圈数是9.33 一般圈数呢 倒不一定说是非得远整 说是9圈10圈 这倒不一定 这个呢 你可以求取取9圈 也可以取9.5圈 一般1分之1圈 这样 1分之1圈 这样 然后接着呢 它算的是什么呢 KF 我计算出了它的刚度 然后计算出了 实际的最大载荷 和实际的最小 就是F2 F1 有些同学可能说了 老师你看你从前面 那个根据那个强度条件 确定它黄色直径是D等于4 然后呢 你又根据刚度条件 确定了它的工作圈数 N等于9 是不是这题就做完了呢 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最后要给它说工作图的时候 必须画出特性线 给出特性线 就要给出相对应的F1 F2 和 LM1 LM2 所以下面它算的是什么呢 它下面算的实际的最大工作载荷 F2 和F1 对吧 实际的最大工作载荷 F2 和F1 然后又算了什么 弹簧的极限变形量 用这个极限变形量 验算一下极限切音率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极限切音率 对于不同类的 一类二类三类弹簧 这个极限切音率都要小于等于某个值 乘以一个许用切音率 对吧 你要验算一下 二类弹簧是否满足这个要求 是否满足这个要求 二类弹簧的时候 应该这个极限切音率 小于等于1.25倍的许用切音率嘛 那你计算结果呢 它这种是满足了 这个满足了第五步 是计算弹簧的其他尺寸 就我们说那个表13.6吧 那个表中的所有的其他尺寸 要在这第五步把它算出来 然后第六步就较合稳定性 你看这道题的稳定性 高径比等于3.22 小于3.7 那这种是一段固定 一段游动那种的 它必要小于等于3.7 就是稳定的 那这种稳定的 我们就不需要再进行 算那个F2小于 要求小于等于 那个FC除以2到2到5倍 就不需要算F2和临界载荷之间的关系 临界载荷之间的关系 这稳定性算完了 第七步就要画弹簧的工作图 弹簧的工作图 这弹簧的工作图大家翻过来 在304页的图13.11 弹簧的工作图 那你看这个弹簧的工作图 一定要和特性线 对应着一起画 它们的H0 H1 H2 λ1 λ2 F1 F2 这个对应关系 必须是准确的 必须是准确的 这是呢 我们 我们就是讲过的例13.1 例13.1呢 是一道特别通用的弹簧的一个设计过程 特别通用的 它把它最最基本的都设计到最基本 下面一节呢 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呢 介绍一下受变 刚才呢 是受净载荷的情况下 我们对它的弹簧呢 进行设计 那下面呢 我们介绍一下受胶变载荷的时候 弹簧是怎么设计的 受胶变载荷 刚才是受净载的情况下 那受胶变载荷的情况 这时候除了按照刚才那种受净载的 那种计算方式计算以外 计算以外 还要根据具体情况 进行疲劳强度 净强度的安全系数验算 还要呢 对震动进行验算 对震动进行验算 那这个疲劳强度的验算呢 我们看一下啊 疲劳强度的安全系数 S等套零加上0.75倍的极限应力 然后除以呢 最大应力 要它大于等于许用的安全系数值 这是最小应力 最大应力 怎么求 最小应力 最大应力怎么求 等于巴贝的K 巴贝的K乘以C乘以F 最小应力 最小 力的最小 就是那个F1 然后π第二 这个是最大的应力 对应的就是应该是F2 对应的这个值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些猜数 这猜数代表的意义啊 套零是采放材料的脉动循环 减切疲劳极限 这个呢 按载荷循环次数N 有表13.9来查 套零 它怎么查呢 按照载荷的循环次数 10的四次方 它等于0.45是强度几切 它根据它的循环次数来查 这个套零 这个是最小扭盈力 这个是最小工作载荷 这个是最大扭盈力 这个是最大工作载荷 这个是取用安全系数 当谈簧计算和材料性能 精确度比较高的时候 就是谈簧计算和材料性能 比较高的时候 安全系数可以取 1.3到1.7 精确度较低的时候 取1.8到2.2 这个呢 取用安全系数这个 我们在前面呢 讲过 取用安全系数 如果取得越大 它怎么的 取得安全系数选得越大 它是安全还是不安全呢 安全系 取用安全系数选得越大 它是安全还是不安全 你看这个公式 取用安全系数 取用安全系数 如果选得越大 那说明这种情况下 它是安全性高还是低 对 对 对 取用安全系数选得越大 说明它安全系数选得就越高了 那如果选安全 取用安全系数选大了 整个的结构会是大了还是小了 整个结构放大了 整个结构放大了 因此呢 你看这个取用安全系数选择 跟我们前面的取用安全系数选择原则是一样的 如果你能保证你的计算和材料性能比较精确的时候 这时候使用安全系数选小的 取小值 但是如果呢 你精确度比较低 很多事你确定不了的时候 那你只能是把这个安全系数放大 只能是把安全系数放大 然后呢 看看这个静强度的安全系数选择原 如果静强度是用什么 用峰值载核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个别出现一两个峰值 用这个载核来进行静强度的安全系数调合 那这个呢 就是没有什么难度 大家遇到这个时候呢 按照这公式进行调合就可以了 第三是震动验算 震动验算 对那种啊 受高频率循环载核的圆柱螺旋弹簧 当呢 载核循环频率接近 或者等于弹簧的 自激震频率的 固有频率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 发生共振 所以我们知道啊 我们一般设计什么 不光说是弹簧 对于其他也是一样 尽量避免这个共振电 所以远柱螺旋弹簧的基本自激震 这种固有频率F 就等于这么个值 这么个值 那这个值中的C是弹簧的刚度 M是弹簧的质量 质量 这个公式是在弹簧两端固定的情况下 它的固有频率的公式 弹簧的基本自激震频率固有频率呢 F我们应该是选用什么呢 我应该让他这个弹簧的自激震动的固有频率啊 应该让他大于等于10到20倍的工作频率 工作频率 给定这个范围 就是让他避开什么 共振点 避开公振点 前面这个弹簧这部分呢 我们把基本知识介绍完了 但是又因为这个教材中还有很多内容呢 没讲进去 我们把一些藏用的弹簧呢 做了一点补充知识 列在这儿 给大家呢 就是了解这儿 介绍一下吧 第一个是组合弹簧 组合弹簧我介绍过 当呢 弹簧呢 如是失稳 而受结构的限制呢 又没有办法调那些参数的时候 怎么办 我用那一些什么导杆啊 或者是什么导套啊 这些 这些如果再不可以呢 我用什么组合弹簧 组合弹簧呢 可以呢 有好几个弹簧一起啊 并且摆着这个 也可以是这种情况下 多个弹簧 不同直径的弹簧 给它套在一起 看到吗 这个就三个 比如这一个两个三个 看见它直径是不一样的 不同直径的弹簧 给它套在一起来用 这种组合弹簧 这种弹簧呢 与普通单个弹簧比较呢 减少了弹簧重量 并且由于弹簧四支 直径小呢 比较容易制造 比较容易制造 这种 这种是圆柱螺旋的扭转弹簧 这种弹簧啊 常用压紧储能 或者传递转距 使用比较广泛 门窗的铰链呢 汽车启动装置弹簧 电动机的电刷等等 都用这种 这是扭簧 这些都是 扭簧 单扭簧 这是叠形弹簧 这个叠形弹簧呢 它是什么样呢 是由薄钢板 葱压而成的 无底的叠形的 叠形弹簧片 构成的 它用于什么 空间尺寸小 外载和脚大的 缓冲减震装置中 这是叠形弹簧的应用 看这个 这个我们学过滚冲轴程 由于缴戒出滚冲轴程的 轴向御井 记得这个轴上 需要轴向御井吧 轴向御井 因为有的御井外圈 御井内圈都需要 都需要这个御井 这个是 这个我们讲过吧 做螺旋弹簧的 弹簧电圈用 做螺旋连结的时候的 弹簧电圈 我们讲过这个 弹簧电圈用 然后是环形弹簧 环形弹簧 是由若干个 带锥面的内外圆环 组合而成的 一种压缩弹簧 是一种强力弹簧 具有很强的 缓冲吸震作用 你看这种 环形弹簧的特性线 它的夹载和卸载 是不完全按照一个 一个线 不是按照线上 两线下的 它有这么一个区 这个区就是一个储能 这个区 然后这个是一个平面窝卷弹簧 也就是我们说那个发条 发条弹簧 它主要用作仪表机构的发条 及武器的发射弹簧 那它的特性线 大家看不是定刚度的吧 是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 在不同阶段内 它的刚度好像 这块有点圆弧 但这个 这块刚度是定的 对吧 中间段 这个是平面窝简弹簧 它的应用 应用 这是中表机构 震荡系统的油丝 还有呢 百分表周呢 消除空回的油丝 这种是板簧 板簧是由弱钢片 长度不等 曲率不同的弹簧钢片 重叠起来的 然后呢 要给它加装弹簧夹等组成 多用于车辆的悬挂装置 这是橡胶弹簧 这橡胶弹簧呢 近年来呢 在国内外许多设备 机械工程中呢 应用比较广泛 它如仪器的做电 发动机制成 以及机器的减震器等等 机器的减震器等等 与金属弹簧相比 橡胶弹簧 它有些什么优点 同一橡胶弹簧 能同时承受多项载荷 形状不受各个方向的限制 各个方向的刚度呢 可以是变刚度的这种情况 第二呢 单位体积储能量比较高 第三呢 弹性膜量远比金属的要小 第四结构简单 拆装比较方便 且不需要润滑 这个是橡胶弹簧和它的特性欠 下面介绍的是空气弹簧 空气弹簧是在一个密闭的容器内 储入压力空气 利用空气的不可压缩性 实现弹簧作用的 空气弹簧和技术弹簧相比呢 优点是能同时承受轴向和镜向载荷 通过高度控制阀 可以使空气弹簧的工作高度 在任何载荷条件下保持一定 同时呢 特性线设计成理想的形状 吸收高频震动和隔音 还有隔音的性能好 具有良好的弹性 这个就是轨道车辆用的那种空气弹簧 那么弹簧这一章呢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弹簧的功用分类材料和使用应力的确定 第二呢 掌握原重型压缩 螺线弹簧的主要几何参数 特性线 强度计算和刚度计算的 目的和计算公式 然后掌握用强度条件确定D 刚度权件确定N 掌握各个参数 对弹簧弹度和刚度的影响 那么我们下面呢 还有一章 第十四章 其他类零件呢 我们这本书编了两部分 一个是第十三章弹簧 还有第十四章机架零件 讲到机架零件 大家可能应该能够想到 我们讲了那么多类的零件 比如说传动零件 然后还有轴系部件 这些零件放在哪啊 怎么支撑啊 那这个由谁来完成呢 就由我们的机架零件来完成这个功能 首先呢 我们看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建的特别多的减数器 减数器 我们也是减的特别多的减数器 那我们说这个减数器呢 大家做大作业5的时候就知道了 你们大作业5呢 完成的是一个轴系部件 就把一个传动零件 在轴上要固定上 然后呢 要加上轴承 把它支撑起来 对不对 你要完成这一个轴系部件 那减数器呢 如果是一级减数器 就是两个轴系部件 组合到一起 然后二级呢 三个轴系部件 组合到一起 那是这么简单的 三个轴系部件 就这么摆着放地形吗 不是 我还得给它什么 给它支撑起来 支撑起来 完事了吗 不可以吧 还要考虑什么 支撑之后要有 密封 要有润滑 还有什么 通气 斑 对 这些散热都有 就是散热 那个窝罗杆 就要考虑散热问题 浴缩 等等 还有呢 要考虑这些 我就要给它设计它的机架 上向体 下向体 那我们这个上向体 下向体 设计过程中 都要需要考虑些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节课要讲述的内容 那么 机架的作用 我们先看一下机架的作用 第一 支撑着机器中的全部零件 全部零件 第二 保证组成机器的各个零件 都处于正常正确的工作关系 这点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讲 分析齿轮的时候 我反复给大家讲 那个齿轮影响因素的那几个 参数 KKV KβKα 反复讲这个参数 尤其是那个Kβ 大家还记得吗 我讲过 Kβ 是讲的齿轮的涅合那个精度 齿轮的涅合精度 跟它本身影响有很多关系 很多制造啊什么的 有很多关系 还和谁呢 还和支撑齿轮这个轴 它本身的变形有很多关系 那和这个轴有关系 那个轴这边还得有轴承 轴承我反复强调 这个轴承作口 一个轴上的轴承作口 应该是一次躺出的 这个目的是什么 对 保证它整个的支撑精度 如果不是一次躺出 很难保证这个 这个支撑精度 非常重要 那这个轴承作口在哪呢 这轴承作口 对 就在我的基座和基盖上 这轴承作口就在我的基座和基盖上 或者整体 整个就是 整个就是基体上 所以呢 第二个机架 要保证组成机器的各个零件 都处于正确的工作关系 第三 承受各个零件 传递到机架上的作用力 这种力 大家分析那个滚动轴承的时候 传力路线 大家记得吗 我们不管是向左 向右 那个轴向力 最后都传递到哪了 对 都传递到机体上 只有这样是 这个基同都都传递到机体 你要传到一个地方 这个力就没地方走了 断了 那你这个设计肯定是有问题 那设计肯定有问题 所以呢 我这个机架呀 还有第三点作用 要承受各个零件 传递到机架上的作用力 我这个机座和箱体呢 按照构造形式 可以分为机座类 机架类 机板类和箱壳类 这么四类 这是常见的机架的几种类型 比如这座 有这种卧式的 这种立式的 这叫煤式的 还有呢 耳式的 对于这个箱体 这是减速器这种箱体 这是变速箱的箱体 内燃机的 曲轴的箱体 这个机架呢 有这个行架式的 框架式的 和台架式的机架 那么常见的 机架零件的材料和制造方法 固定式机器的机座和箱体呢 通常采用铸铁 或者是铸钢 为什么 为什么要采用铸铁和铸钢 价格低是一点 还有呢 西镇也是一条 对 大家就集思广益 把这条都说到了 对 因为呀 这个箱体的结构 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不像轴 就是一些阶梯啊 箭啊等等 箱体结构 比较复杂 你如果说是 这个箱体结构 我就一定 买这么个材料 我就去车 这个相对来说呢 就麻烦 就是麻烦 那我怎么办呢 铸铸的时候 要简单多 尤其对于那种复杂的时候 复杂结构 铸铸铸比较合适 所以呢 这个时候很多情况 箱体呢 采用铸铸铸铸铸铁 很多情况 但可不是百分之百 可不是百分之百 有 通过鸡甲来 来那个做出的箱体 有 我们做那种 小简厨器的时候 真有 很多都做那个 铝的呀 或什么的 就是鸡甲做来的 不是住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 这种不是百分之百的 那运行式机器的 铸铸铸和箱体 通常产用钢和 氢合金材料 批量生产 企业结构复杂的零件 是以铸铸为宜 单量或者 单件或少量生产的零件 是以焊接为宜 如果你就那么一件 结构还很复杂 这时候呢 你要需要铸 它成本就要高很多 所以单件或者是 特别大这种情况下呢 焊的时候比较多 那么机架零件 设计的基本要求 第一 要有足够的强度和钢度 这点是一定的 强度和钢度 是必须要保证的 不然你说钢度不好 它要变形了 它都变形了 那支撑那些零件之间 那捏合关系还存在了吗 这都肯定是不正确的捏合关系 所以它的强度和钢度是一定的 强度你想它要坏了 那也肯定是不可以 形状简单 便于制造 有的 有的同学说 我越复杂越好 不是 这个反复强调过 形状简单 你就制造的时候 拔膜也容易 便于在机架上安装浮件 因为这个机架上要有 比如说减速器 我要有油标 测量油 对吧 我要有起盖螺丁 上下油我要分开 用起盖螺丁 给它顶起来 就这些浮件 你要考虑要容易安装 那个位置比较合适 对于钢体 导轨等的极加零件 应具有良好的耐磨性 以保证这个机器 具有足够的使用寿命 因为导轨和钢体 它要是反复运动 所以它要磨损 所以要有保证 足够的耐磨性 对于高速机器的箱体 和极加零件 要保证振动 稳定性的要求 对于这极加零件 它的计算载荷 应该是 应以可能出现的最大载荷 作为它的计算载荷 那这种极加零件 计算的时候 对于不太重要的极加 就要按照经验公式法 就直接可以算出来了 或者是有一些 现有的一些机器 直接做一些参考 这是不太重要的情况 形状复杂的极加 我们可以用一些经验公式 然后再加上一些模型实物 一些实验来得到 它的形状复杂的 还有现在比较常用的 现代设计方法 都是用有限远仿真 算出哪点力最大 哪点最薄弱 对针对那薄弱点进行计算 看看它那点会怎么变化 这样 现在都用有限远仿真的情况来做 对于减面形状 主要是弯曲的零件 选用光字型截面比较好 主要受扭转的零件 选用圆管型的截面比较好 下面是这个内板的布置 内板的布置 就是如果这个内板布置的比较好的话 它可以增大基座和箱体的强度和刚度 如果内板布置的不当 不仅不能增大基座和箱体的强度和刚度 反而会造成材料的浪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是一个比较 这是不同型加不同类板的时候 这个是基本型 不加类板的情况 这种是加不同的类板 那么我们比较一下什么呀 比较一下相对质量和相对刚度 然后还有一个相对刚度和除以相对质量 它俩之间比值 那从这个图你们来看一下 哪种最好呢 大家看得几 几最好 我好是什么这个概念呢 刚度大质量小 就是我把刚度变化的大的时候 质量相应的没大很多 不 几好 五 对 大家看明白了 是五是最好的 五的这个相对刚度和相对质量的比 五十是最大的 如果单纯从相对干度的变化来说 你看四 四这个相对干度增加很大 但是四的相对质量也增大了很多 对不对 所以呢 综合考虑来说 五这种加类板的方式是最好的 然后 机架零件的结构设计 这机架零件的结构设计呢 机构和箱体等零件的工作能力的重要指标是刚度 其次是强度 抗震性能和脉膜性能 一般机构和箱体结构尺寸呢 可以按经验公式 经验数据 或者类比法设计 重要的时候 要进行精确的计算 设计机构和箱体的时候 要便于加工装菜调装连接要可靠 对于冲击振动大的机架和地基之间呢 要加格音板 这是一些机架的一些结构 这个结构能看出的是什么 这是整体式的窝杆减速器 窝杆减速器 这个整体式窝杆减速器 你们看一下吗 它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放的就很大 很大 为什么这个圆要大呢 你们想到吗 对 整个庄材都要搁这 不像抛分手 把上杆接下来 它整个庄材都要从这走 所以它要很大 这是一个整体式的 整体式呢 一般用于小型的减速器 就是中医距小于120毫米 这种情况下 可以考虑整体式 整体式的优点 刚度好 结构也简单 零件的数量小 缺点是装配起来 要比较麻烦 装配起来要比较麻烦 就是大家课程设计的时候 千万注意 如果你设计到整体式了 你要考虑你那东西 能从这儿呢 装进去 装进去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级齿轮减速器 一级齿轮减速器是一个抛分式的 它的抛分面在这儿 它的抛分面是这儿 上面是机盖 下面是机座 这就是一个抛分式的 对它来说呢 装材要方便 装材方便 缺点是增加了零件的数量 那你从这个减速器 大家能看见 它给标了这些呢 那上面是机盖 下面是机座 标了一些其他的是一些复件 比如这个油三 把所有的物油要从这儿放出来 这是油标尺 要测量一下油面的高低 我给大家讲过 一级圆柱齿轮 油面的高低 以谁为基础定 二级圆柱齿轮 油面的高低 以谁为基础定 这个叫起盖罗定 起盖罗定 因为两个抛分面之间呢 如果直接往起拿呢 可能还要很费劲 所以要做一个起盖罗定 这起盖罗定呢 一定要做那种大刀角的 或圆头的 这样才能够保证 它拧的时候 不会把下表面呢 破坏 破坏 这个叫窥式拱盖 它的作用呢 是一个是从它 看里头的齿轮的涅合情况 另外一个是 从它呢 可以注油 还有呢 如果说齿轮涅合情况 不太好的话 可以伸进手 去做一点条 做一条 同志这个啊 那这个是这个 这个叫轴承旁螺酸 轴承旁螺酸 这个叫定位销 定位销是 躺轴承做孔之前 要把上下基盖二加工丸 躺轴承做孔之前 把定位销打上 这样呢 能够保证 我下次安装的时候 位置不错 位置不错 那么我们下面介绍一下轴承的支撑刚度 这个轴承呢 我要保证轴承做孔 这是轴承做孔吧 要保证它的支撑刚度 我们要有几点 首先这个地方的厚度 要是2到2.5倍的壁厚 因为铸造的时候 它壁厚 它等于8 大概等于8 那它等于2到2.5倍的8 应该是这么多 这是轴承的支撑桌孔的厚度 第二呢 位置轴承做孔加支撑金 就这 这个我们前面不讲支撑金的布纸吗 就讲的这个 第三 提高泡分式轴承做的螺酸连接刚度 这个是指的什么呢 我这不是一个泡分式吗 这个就是轴承旁螺酸 这个轴承旁螺酸呢 我们怎么画呢 我是要做这轴承端盖的切线 外圆的切线 然后我要在这个位置拧这个螺酸 那我这个 如果直接在这个切线这个位置拧螺酸 显然在这个泡分这个线这块 是拧不上的 对不对 拧不上的 我要保证这两个之间尽可能进 还要把这个螺酸给它拧上 怎么办 做突团 对不对 把它起来 你看在这点肯定拧不上 到这个位置是不是就拧上了 那这个位置保证的是这个螺酸的 C1和C2 C1和C2 这个就是保证它的连接刚度 怎么保证 让这个连接螺酸之间的距离 尽可能的近 连接螺酸中线的距离尽可能近 这个就是保证它的连接刚度 而且呢 我为了加工的方便的时候 我这个突团应该是一样高度的 一样高度的 然后这个是机体的固定 我这个减速器 我要跟这个地面相连 那或者是地基相连 我这块就需要一个地角螺钉 这块就要装一个地角螺钉 地角螺钉是什么意思 给大家讲过 打地基的时候 地角螺钉已经预埋到地基里了 地角螺钉预埋到地基里了 我这个机器安装的时候 把这孔对到地角螺钉上 然后上面再把螺母给它背死 这个概念 这个就是地角螺钉 地角螺钉安装的时候 这个就是地角螺钉的C1C2 给这个地角螺钉的搬手空间 然后呢 这个底面要相连的时候 它也得是2.5倍的德特 德特是B厚 然后这是德特是B厚 大家看这个B 这个B呢 一定要比这个 从这个B厚到 这个B一定要大于C1加C2 再加上德特 为啥要这样的事呢 为啥要这样呢 因为从这个支撑刚度 这个角度来考虑的 这个 这个叫做 轴装悬挂式固定的这种方式啊 这轴装悬挂式减束器呢 它的输出轴是空心轴 套装在工作机的输入轴上 这种结构它结构简单 安装方便 外扩尺寸小成本低 常用于较轻的小型的减束器 下面是机体的工艺性 这些指的是哪呢 这个机体的底面和地面相连的 翻过来给大家看的这样啊 这种结构是最差的 为什么 对 加工的面太大了 就整个像我讲的 整个面都要加工 整个面都加工 这种呢 就是要加工这个面和这个面 这种呢 就是这个六个小的这个地方 所以它这种最好 它次质那个最差 加工面就多了 那么我们还要做什么 考虑要区分加工面和非加工面 和减少加工次数 这个区分加工面和非加工面 在我们这个机体上体现在哪呢 这个面 大家记得我们讲那个设计的时候 轴系部件设计的时候 有一个锡 我说锡等于什么呢 等于德特加上锡加锡二 再加上一个五到八 记得吗 德特是B后 锡锡二是搬手空间 五到八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从这个面到它 从这条线到它这个距离 这个呢 五到八是给 让它这个位置呢 因为它这个位置安装 轴承端盖的 所以我让它凸出一块 凸出一个五到八 那我这时候加工的时候 我就加工这个面 而这种面呢 就不需要加工了 所以这个是区分加工面和非加工面 减少加工次数 就是我刚才讲过的 我要加工这个什么 我要周成胖螺酸 要有个兔毯 我要这个兔毯高度一样 这样是我加工的时候呢 就需要就可以一次就加工完 不需要多次加工 下面呢 要保证加工面能够方便加工 我这个位置 我这个位置要往里插什么 游标的位置 你像这个 我这刀 洗刀进不来 看这么卡住了 这种呢 洗刀才能进来 所以你这个要考虑一下 我这怎么能够进刀 不是说你布置哪就可以了 要考虑我的刀具 能不能进来 能不能加工 然后还有呢 机体的造型 要尽可能美观安全 考虑实用 那么我们机架的这部分呢 就介绍到这么多 大家设计的过程中呢 希望就是综合考虑 我们前面讲的各类零件 然后呢 和这个机架呢 能够完整地达到一个机器的设计 好 下课 好 下课